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iPad是有误区的 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 电脑两个字就会让很多用户产生误会 只能敢开中华文化的国大精神 其实这个玩意儿和电脑没有一点关系 经常有些朋友问我 这个玩意儿再加上一个这个键盘 能不能就直接当电脑使用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抽象 我具象的给大家讲一下吧 就比如半公三件套 iOS系统版的体验感是特别差的 是的 特别难用 我知道你们口中的电脑 就是指的是运行着Windows系统的电脑 但是这个叫iOS系统 Windows所支持的绝大部分软件和游戏 它都没有的 在我的有限认知里 这个玩意儿最大最特别的作用就是绘画 以及便携的3D建模 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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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噢 这个玩意儿最多只能叫做大屏的便携的电子车备 苹果也从来没说过这个东西是电脑 只是10多年前iPad上市之后 很多什么波罗平板橘子平板某宝爆款 强行加上平板电脑四个字作为卖点 因为那个时候电脑的普及率都是很低的 很多人其实家里都没电脑的 然后像这个Mac虽然也可以叫做笔记本电脑 但又和你们想象中的Windows笔记本电脑又不一样 这玩意又是另外一个概念 用途又是另外一个方面 就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哪怕是一万多亿台的这个Mac 玩游戏的体验感也不会超过2000块钱一台的这个Windows 但你也不能光订个游戏看吧 花天价买这个玩意的呢 也是难为玩游戏的